来看一家全台连锁的药妆店发行了一张可以几点折抵购金这个抵购金额的卡片 而且还请艺人罗志祥代言拍宣传广告 不过高雄市有一位民众就投诉说他觉得自己成了卡债族 因为他发现累积的点数不知道什么缘故 变成了负四万三千多点 而这让他呢根本没有办法折抵现金 反而必须要大量购物来填补负的点数 而针对民众的投诉业者是回应会找出系统到底哪里出了问题 不过高雄市沿城区一位申办这张卡的民众小兰 却发现了使用这张卡以后好像欠了卡债一样变成了卡债族 怎么一回事小兰拿出了三张最近到这家店消费的发票 上面注明了使用人的累积点数 仔细一看天哪不但是负数还是负四万多点 这样一来不但无法使用点数折抵购物金额 还得不断的去买东西来填补负的点数 这张卡业者的规定是消费一元累积一点累积到满三百点 可以折抵购物金额一块钱 换句话说他的负四万多点等于是必须拼命消费四万多块钱 才可以重新累积点数折抵消费 令他匪夷所思的是卡的点数怎么会变成负数 就连店员也表示这是第一次看到卡片的点数变成负值 小兰直指先前在不同店家消费 店员跟他说四公司电脑异常造成这样的情况 不过更怪的是小兰上公司的网页查询 显示的累积点数是零两者不一 就在这项投诉业者回应客服中心会帮消费者解决问题 至于两者点数不一公司会在调查找出系统哪里出问题 中天新闻翁崇文林郑燕高雄报道